刘其说他有一本古书,这本书啊,谁也没看见过,上边那个字呢,谁都不认识,孔明先生学问大,您只教只教得了,孔明先生一听这书就高兴了,跟着他就来,等来到楼上一看,根本没有这么一本书。 刘其又给孔明拾了一礼,还是为了那个活命的事,说继母总监也杀害我,先生您教过我一个逃脱的办法的。 孔明先生真有点生气了,你怎么三番五次的跟我说这个事儿,先生要走,开个门一看哪,走不了了,怎么了,梯子没了, 这怎么下去啊,这个,哦,孔明先生这才明白,我上当了,这么大的诸葛亮,怎么上了刘其的当了呢? 这诸葛亮先生一点没话心里去啊,说起来这也就算是一段生活小事,他没想到刘其会有这么一招,刘其也没这个招数。 这就是刘备在管义门口,不是跟刘其悄悄的说了那么几句话嘛,就是这个办法。 刘备告诉刘其,说是侄儿啊,你别再问我了,我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,你呢,最好求求孔明先生。 你儿子啊,不是上你家去复宴吗?我装病不去,让孔明先生去。 他去了之后,你就死死的缠住他,央告他,要是实在不行啊,你们家有楼没有? 刘其说有楼啊,你把先生框在楼上去,随后你把梯子一撤,然后你给他跪下,求他给你想个活命的办法。 这事准行,要说玄德这个主意啊,是不怎么高明,但是玄德也是被逼无奈啊。 因为他很喜欢公子刘其,也很同情他,自己真的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来,就给公子出了这么个主意。 刘其回来,连夜就把那楼梯拆了。 他告诉家人,说明天我要是陪一位先生上楼,上楼之后,你们就赶快撤楼梯。 我多在喊你们,你们多在回来,再把楼梯给我装上。 开始的时候啊,公子刘其想在前厅跟孔明先生说说,先生教他一计就行了。 可是无论怎么说,孔明先生就是那句话,我是书不艰亲,心不隔旧,我没法给你想这样的办法。 看来先生是不能说了。 刘其只好撒这么个谎,说我这后楼藏着这么一本古书。 把孔明先生给框到楼上来,孔明先生也全名的,先生乐了,他笑什么呀? 他笑刘备。 心说主公啊,你怎么给刘其出这么个主意? 这叫什么事? 随时把梯子撤了,我已经走不了了,那我也不能说。 刘其这时候,刘其这时候,刘一斤已经跪到在孔明先生的跟前了。 孔明先生把他掺起来了,公子啊,你给我下跪,我也没办法。 哎呀,刘其当时止住泪不哭了。 先生,看来我是一点活命的希望也没有了。 我没想到先生你会如此绝情。 哎? 孔明一听这话从何说起啊? 公子,我怎么见得和你绝情呢? 因为这个话我没法出口。 即使先生不能叫我活命,我早晚不是必得死在继母之手。 与其死于继母之手,我倒不如死于先生你的面前。 孔明一看,心说你要干嘛? 哎,公子,此话怎讲? 刘其也不说话,抹过头去,伸手三郎,在墙上挂了那宝剑抽出来。 干什么,我自吻而亡。 孔明一看坏了,要出人命,哎呀,妈来妈来妈来。 怎么着孔明先生也不能看着刘其自吻在自己的面前啊? 他过来把剑给躲下来。 公子,你这是干什么呀? 那,那您不让我死,哎,好端端的何必寻短剑呢? 先生既然不让我寻短剑呢? 突然,刘其又跪下来,那您就教我一个活命的办法吧。 哎呀呀,孔明是哭笑不得,说了一千道理一万,转了拔个圈,还是这档子事。 先生把宝剑汤浪往旁边一扔,你起来起来。 把公子刘其给扶起来,刘其赶忙搬过座位了。 让先生坐在那儿,自己往旁边归过去军医站,是垂手净听了。 等孔明给他出主意。 孔明手摇大扇,想了一想。 公子啊,你还记得申生在内而亡,从而在外而安的故事吗? 诸葛亮跟刘其说的这俩人呢,是春秋时期,晋国晋献公的儿子。 一个叫申生,一个叫宠儿,后来宪宫的夫人死去了,晋献公身边有一个爱妃,叫黎姬。 建公非常宠爱他,在黎姬又生了一子,黎姬就想了,说将来这晋国的大位,能不能传给我儿子? 哎呀,恐怕不能啊,因为还有申生和宠儿呢。 日子一长啊,这黎姬就起了杀害申生和宠儿的心。 他想给自己这亲生子,抢这宝座,所以他不断的在县公面前,给申生和宠儿寄一些残言,就说些坏话了。 可是县公不信,因为什么呢? 因为申生和宠儿啊,这哥俩很孝顺,而且为人也好,就是练武啊,习文啊,都非常用功。 朝里边的文武,以及晋国的百姓,没有一个不夸赞这两位公子的。 另外,人也没有什么错处,怎么就能给杀了呢? 哦,慢慢再说吧,县公只是听着,他就是不答应杀这两位公子。 黎姬想这不行啊,哎呀,我这怎么才能把这申生和宠儿给除了呢? 忽然一天,这黎姬啊,听说晋县公在望远楼上看书呢,嗯,他心想这可是个机会。 我呀,把这两个公子一个一个除掉,今儿个我想个办法,先把这申生杀了,这么个杀法啊。 黎姬心生一计,他急忙梳洗打扮,然后让手下人去把申生请来,让申生陪着他呀,去逛逛花园。 谁知道啊,就在黎姬收拾打扮这同时啊,他萧翘的在他这头发上,抹了好些蜂蜜。 申生得到了消息之后,赶忙就来了。 申生知道啊,黎姬是父亲的爱妃,论着那也是申生公子的一位继母啊,他不得不陪一陪。 黎姬一进花园,这蜜蜂怎么一闻蜂蜜的蜜香,嘶嘶嘶,就全来了。 黎姬啊,就装出害怕的样子,哎呦呦,这哪这么些蜜蜂呢啊,公子啊,快来帮助我赶一赶。 申生也为家思索,只说了一声尊敏,呸呸,古代人的袖子又肥又长啊,申生啊,围着黎姬。 像跳长袖舞似的,轰了半天,算把这蜜蜂给赶跑了,蜜蜂虽然赶跑了,可是把黎姬头上带的那些个花啊,跟那扇子啊,都让袖子给刮掉了。 申生吓,成狂成恐的把花捡起来,递到母亲的跟前,黎姬你接不来带上不就完了吗? 不,公子,你就把这花给我带上吧,是,孩儿遵命。 但是母亲呢,带就带着,申生公子也没多想,把这花给他带上,簪子给他憋上。 这二位在这御花园里这么一折腾,正好让那望月楼上的晋献公给看见了。 因为这个望月楼啊,跟这花园就隔一朵墙,县公在这楼上看书,猛的这么一抬头,嗯? 他就看这花园里边站着俩人,这俩人干什么呢? 隔着帘子看不太清楚,他吩咐把帘子给我卷起来,把帘子卷起来之后,县公首富栏杆,探神一看。 嘿呦,气得他这脑袋呼噜的一下子,气得说这家话不这儿吧,啊? 你说这孩子,你小型啊,不懂事啊,那是你继母,你这继母比你大不了一两岁啊,就是比你小一两岁也不行啊,那也是母亲啊。 这成何体统,气得啪,摆书扔了。 离机约摸着,这时候可能县公已经看到了,公子,你请回去歇息吧。 他让申生走了,他就跑到望月楼上来,一见县公,大王千岁,您看这公子申生还成何体统,他在御花园里调戏我是如此这般。 要平常这么一说,县公还不能信,今儿进县公船看见,他摆了摆手,啊,摆飞,不被多说了。 我都亲眼看见,嘿,真是气死姑娘,我一定要把这申生斩头。 哎,离机就等这句话呢,可是等了好几天啊,也没见县公杀这申生。 县公这话虽然说出来了,但是冷静下来,他仔细这么一琢磨,我这个孩子他不是这人呢。 我就无端的把他杀了,算了吧,只是生了两天闷气啊,这事就过去了,离机烧不了了,合着我这计策白用了。 哎呀,要除不了身生和虫耳,将来我儿子怎么能继位呀? 他又在冥思苦想,一纪不成,他又生二纪。 真赶上有一次祭祀,这个祭礼下来之后啊,必须送予县公先尝,就是县公得先尝尝这祭品,然后文武百官才能吃呢。 文武百官都送祭礼,是公子身生虫耳啊,也得送。 离机知道,买份是身生的祭品,他让人把这份祭品取来了。 取来之后啊,他亲手啊,把这些吃的加了加工,他悄悄的放了些毒药, 然后就摆到了县公的面前,说这是公子身生的祭品。 县公刚要吃,大王且慢,外来之时恐怕不静啊,您不能先吃。 他的意思好像挺像得进县公的。 县公一听,哦,爱飞,说的对啊,这该怎么办呢? 应该先给狗吃。 县公摇摇头,哪有狗吃完了我再吃的? 他这是个计策,离机吩咐人叫进一条狗来, 摆着祭品给的狗怎么一吃,当时的狗,奇窍流血,死了。 县公你看,大吃一惊啊,哎呀,这我要吃了,也得这样啊。 这怎么回事啊,这祭品谁送来的? 申生,哈哈,好啊,这下的县公靠火了,甭问,此子有谋父篡位之心, 他立刻,传旨,将两位公子赐死。 当天晚上,那祭品一送进宫里去,发生这个事的同时, 从而跑了,申生没走,他为什么不走呢? 申生想,不管怎么地,我于心无愧,我能给我父亲投毒药吗? 那就是个禁品啊,怎么会能有毒呢? 不管有毒没毒,我父亲绝不会相信。 另外,我相信我父亲也不能杀我,我是他的儿子啊,虎毒都不吃子啊。 父亲能这么残忍吗? 就在那天晚上,进宪宫就把申生公子给杀了,那么崇尔在外边逃亡了十九年,后来进宪宫死了,崇尔回到了晋国, 祭了位,就是那位晋文公,春休时期的五霸之一。 今天,诸葛亮给刘奇讲的这身生在内而亡,从而在外而安的故事,就是这段故事。 孔明先生,说这段故事的意思,就是告诉公子刘奇,你得想方设法,离开荆州,你继母就害不了你了,你得躲开他。 刘奇听到这儿,立即跪倒。 请问先生,我应该到哪儿去? 从而在外十九年,颠簸流离,他还有些亲友,您说我能偷奔谁? 孔明一想,哎,公子啊,近日我听说呀,东吴的张昭张子布,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,孙权不是把下口得过来了,把皇祖杀了吗? 然后,他派新收的那个大将甘明镇守下口。 后来张昭说呀,这座乌城,不好守,咱不要这地方,咱们来个诱敌之计。 说是咱把下口打了,杀了皇祖,刘表绝不能甘心,他一定得派他兄弟刘备刘玄德,带人马来取下口。 咱气离下口坐在家里等着他,刘备的人马真来了,咱们就把刘备是一举而灭,随后进取京香,再得许成。 孙权听这个计策不错,他就按着张昭说的,把这下口给让出来,把甘明甘心坊给调走了,所以现在下口是空城一座。 公子啊,你可以跟你父亲刘荆州说一说,带一只人马去镇守下口,这不就平安无事了吗? 哎呀,多谢先生在身之恩! 刘奇磕了个响头啊,孔明先生摆了摆手,公子算了吧。 孔明先生心想,哎,这顿饭吃的,操了多少心呢? 刘奇把楼门打开,朝下边大喊一声,搬梯子来。 把楼梯二次上好,刘奇扶着孔明先生下了楼,送出大门外,送出老远嘛。 孔明先生和他共手而别。 孔明回到了管义,进门一看啊,玄德正在这吃饭呢,不是病了吗? 好,吃的比哪天都多,肚子也好了。 一看孔明先生回来了,玄德也有点怪不好意思的,赶忙把饭碗放下。 哎呦,哦,先生,您回来了? 嗯,主公,您的病品痊愈了? 啊,啊,好多了,好多了,这个先生,您见着刘奇了,这顿艳妇的还不错吧? 哈哈,两个人相视而笑,你看了看我,我看了看你都乐了。 孔明点点头啊,主公,您怎么给公子刘奇出这么一个主意呢? 哎,先生,我让刘奇逼得也没办法,先生,您就多多见谅吧。 孔明又把身生重耳的故事,又给玄德说了说,说是我告诉公子刘奇了,他只好采取这个办法。 主公,您呢,还得在刘奇跟前美言几句呢? 为什么呢? 公子刘奇请兵去镇守下口,刘奇恐怕还拿不定主意,他得问问您,您呢,还得给刘奇公子多说几句好话。 那是自然。 哎呀,先生,您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,我替刘奇谢过先生。 哎呀,主公,离我一家,何许可逃呢? 玄德吩咐来啊,快给先生准备饭啊,快快。 这儿刚吩咐完,有人进来禀报。 刘表,请玄德过府议事。 孔明一看怎么样,来了吧? 啊,先生,我这就去。 玄德收拾了一下,来见刘表。 进门一看,哟,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,谁的书信呢? 他儿子刘奇的。 刘奇听孔明先生指教之后,他是正中歧视的,写了一份表,说明他要去镇守下口的重要意义。 刘表看完了之后啊,真拿不定主意了。 我叫不叫刘奇走啊? 刘表这些日子,病也重了,他还很闹心。 他闹心什么? 看来这病好不了了,死了之后,这荆州到底给谁啊? 刘表不是说要把荆江共守让与玄德吗? 那是走过场。 那不是刘表的心里话。 他那是跟刘备客气呢。 玄德这人忠厚, 他就当个针着了。 刘表嘴上那么说, 其实他哪能舍得把京香九军这么大一块地盘让给玄德呀? 他想给他儿子。 想给哪个儿子呢? 刘表心里头打算是想给他那小儿子刘从, 就怕这舆论他扛不了。 那么就得给刘奇。 要给了刘奇, 他知道他的夫人蔡氏和他那位舅爷蔡茂, 就得跟他拼命了。 所以闹得刘表啊, 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, 左顾右盼拿不定主意。 他就把刘备请来了。 贤弟呀, 你看, 你大侄儿要请兵镇守下口, 我也听到禀报了, 说是孙权把甘宁甘兴霸由下口撤走了, 现在是空城一座, 那你说我让不让他去? 玄德一听, 他心里早有主张了。 哎呀, 兄长, 这可是再好不过, 您就让刘奇去吧, 下口是重敌, 我还在想呢, 您不是说让我带兵去取下口吗, 咱还真不能去, 怕曹曹来到荆州这儿偷袭, 要是总不去, 这个下口总让孙权站着, 这也不好啊。 说现在孙权既然自动的把他的大将甘宁由那儿撤走了, 说明他把这地方给让出来, 让出来哪能派别人去啊, 必须有亲信把守, 如果大公子刘奇镇守下口, 那么您呢, 和刘奇公子镇住了东南, 小弟我在新野县, 守住西北, 京相无忧意, 哥哥, 您应该让公子去啊。 哦, 即使县帝这么说, 那就叫他去吧。 刘表当即传令, 让他大公子刘奇领兵一万, 镇守下口, 公子刘奇一听这消息, 是立刻收拾东西, 启程动身, 一刻不停啊, 公子先到管义, 谢过孔宁先生, 并请先生转告其叔父玄德呀, 玄德这会儿正在刘表那儿坐着呢, 他不能当面去道谢了, 然后刘奇是打马登城, 走了, 玄德加了几句美言, 把刘奇公子派出去之后, 自己又劝慰了刘表一番, 让他好好养病, 说我也该回新野县了, 我得提防了点曹操啊, 这曹操一时一刻也没忘了京香酒运动, 你说这个, 刘表又客气了一番, 先帝呀, 如果说玉兄不久余人睡, 那么你呢, 就代管代管京香吧, 哎呀, 兄长, 这万万事不得, 您就安心养病吧, 但愿您早日全日, 如果说您要让京香, 那您就得让给公子, 兄长, 您放心, 小弟我竭尽全力, 为报答您对我的恩情, 我就是干脑涂地也无怨言, 我一定协助公子守好京香, 这地方你得给你的儿子, 刘备留了个心眼, 究竟是给老大留棋呀, 还是给小儿子留从吗, 全他没说, 不能再说这大夫事, 反正喊死其辞, 就是得给公子, 刘表也不好再说什么, 他和刘备道了几句珍重, 玄德回的管义收拾了一下, 和孔明先生, 就回了新野县, 回了新野县来之后, 全德还和过去一样, 对孔明始终就那么客气, 三顾茅庐, 由龙中把孔明先生请出了什么样, 到现在是一丝一毫也没变, 还是敬孔明如诗啊, 别人一问, 他说我得孔明先生是如鱼得水, 不管对谁, 他都是这句话, 这两天呢, 玄德有点功夫, 他坐在那地方编帽子, 嘿, 这帽子编的大小号都有, 样式各异, 玄德的手艺还真不错, 这天孔明先生找他来了, 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, 周公, 先生, 您看您比刘荆州如何,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, 玄德一愣, 他想了想明白了, 哦, 您是说我比刘荆州的势力, 嗨, 我哪比得了人家, 人家趁京香九郡, 手下有蔡帽张允, 还有那么多的兵马呢, 我呢, 既然离下, 就在这新野县的小小淡然之地, 暂且牺牲, 我比不了, 那么您比曹州曹孟德呢, 哦, 有些人, 那我更比不得了, 现在曹州用雄兵百万统一北方, 战将不下千元, 携天子令诸侯, 我玄德比他更是望尘墨镜, 哼, 孔明这才笑了笑, 主公既然知道, 那你为什么天天在这儿编帽子呀, 您那大志都上哪儿去了, 您在我的茅庐之中说的那番话呢, 您整天这儿编帽子, 难道就能重复汉室, 建成大业吗, 哎, 玄德深深叹口气, 先生啊, 我正为此事着急呢, 急得我一点办法没有, 我这才坐这儿编帽子, 您说我要地方没地方, 要兵马没兵马, 我, 我怎么成这个霸业呀, 哎呀呀, 孔明一皱眉, 主公, 你先招兵马, 哎呀, 先生, 那我把兵招来, 该怎么办呢, 由我来给您操练呢, 主公, 你大意不得呀, 江东的孙权, 早有取经相之意, 刘表病重, 看看要不久于人世, 那曹操上次丢了樊城, 他就能那样善罢甘休吗, 我想在禁日内, 曹操就有兵法新野的可能, 先生说的对, 刘备立即招兵, 由诸葛亮操练, 过不出诸葛亮所料, 过了不久, 探马飞报信新野, 曹操派的手下大将夏侯敦, 统雄兵十万, 兵取新野, 诸葛亮充充茅庐, 火烧, 勃望。